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审理的案件 重大 疑难 复杂 公平于正义 责任于使命 司法改革的最新思路 国家的法治态度 现在开庭 2015年12月4日至12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和央视一套今日说法联合推出特别节目 大法官开庭 2014年7月14日 卖烧烤的人宝中突然听到老乡说 自己女儿任小红一家已经两天没出摊了 随后 人宝中四处寻找也没找到女儿一家的下落 2014年7月15日忙完夜市后 凌晨一点 人宝中召集女儿女婿两边的家人来到了女儿家中 狭窄的卫生间里摆放着两具尸体 下面的大人是人宝中的女儿任小红 任小红怀里躺着的是她八岁的女儿小杨杨 案发后 女婿李三元带着儿子逃离了现场 警方在福州将其抓获 随后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判处李三元死刑 李三元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在二审法庭上 李三元便称自己是激情杀人 不应判处死刑 李三元说 妻子任小红在本案中有三个过错 首先 妻子因为买早餐的事对她破口大骂 这让她很窝火 其次 妻子又借题发挥辱骂自己的母亲 这勾起了她心中埋藏多年的怨恨 第三 杀人的那把刀是妻子递给她的 正是这个动作最终将她推向疯狂杀人的境地 她说拿着枕刀甩了一下 她说你去死吧 把我以为躲在没躲过 手被划伤了 对于李三元的辩解 任小红的父亲任保中不能接受 她认为这是李三元的一面之词 法官不能采信 李一时一度的死刑 李一时一度的死刑 他在死 太多了 检查机关出示证据证明李三元的手确实受过伤 但检方认为究竟是谁先动的手无法查证 为了进一步查识当天的情况 法庭要求证人任洪出庭作证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特别节目 大法官开庭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大法官张立勇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 李三元辩称自己是激情杀人 不应该被判处死刑 他的说法是否会被何一廷采信 大法官张立勇又将如何裁定本案呢 下面先请检察员对任洪进行发问 好的 先生你好 去找你的时候 当时是怎么对你说的 他去嫁头姑 请你继续 他叫姑啊抱啊妈给我打脚 在作证的过程中 任洪透露出一个惊人的细节 那就是案发当天 死者小杨杨 曾经在父母吵打的时候 下楼向他求助 任洪说 当时他感觉屋里不对劲 就从杨杨那里取下钥匙开门 但是门繁琐了打不开 他给里边说 没事 没事 你叫你你给我汇报 那两套锅下来 所谓有点 骗一点吧 骗谁呢 女儿 对于杨杨的死因 鉴定机构给出的结论是 死因不确定 五鸭口鼻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可能性较大 可能性较大 他是做了这么一个鉴定 那么这个鉴定呢 那辩护人就提出来 你这个可能性较大 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一个证据证明 那么这里面还有很大空间 那就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那么你拿毛巾 我来 杨杨杨到底是被李三元直接五鸭口鼻致死 还是因为五鸭引发了其他问题导致了杨杨死亡 这两者之间对于认定李三元的主观故意是有区别的 杨杨的死因也是审判长张立勇心中最大的疑问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请鉴定人出庭来鉴定 你当时是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鉴定 传鉴定人李昌到庭 证人李昌在郑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工作 任小红和杨杨的试检结论就是由他做出的 下面请控辩双方向鉴定人发问 鉴定人 请问是机械型窒息死亡不能确定 还是机械型窒息死亡是因五口鼻引起 这两个都不能确定 都不能确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请问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 死亡的原因能否排除 其胃性窒息的可能性 体胃性窒息是因为身体长时间被限制在某种异常体胃 使呼吸运动和静脉回流受阻而引起的窒息死亡 比如被捆绑 被倒立悬挂导致人死亡 没有发现造成体胃性窒息的依据 在灰没情况下造成这种窒息死亡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看我的理解对 听行审判长 请辩护人注意发问方式 好 请辩护人注意自己的发问方式 杨阳是被李三元直接捂压口鼻致死 还是被捂压昏迷之后死亡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 为慎重起见 法庭又请两位专家证人进一步分析杨阳的死因 根据他们专家的意见 来看你这个监定人做出这个监定意见 能不能证明这个人 就是通过这个乌鸦口鼻窒息死亡的 专家证人出庭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 查明洋洋死因 这两句话是千口矛盾 我认为不矛盾 一边是滔天的罪行 算什么是非常残忍 一边是家庭的支柱 大法官开庭之罗志胡悲剧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下面传专家证人刘良道歉 好下面请控辩双方向证人发问 死亡原因不能确定 无牙偷臂 是集血性实习的 可能性脚打 那么从法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 可能性脚打 是多大的可能性 我们在法医上 对一个人死亡原因做判断的话 有的是可以直接的判断 但是很多情况下 现一条件 他无法直接判断 比如这个案 这个鉴定 刘良教授说 面对检测条件不太好的尸体 他们一般采用的是排除法进行判断 法医学上 一般将死亡原因分为六种 分别是机械性损伤 比如刀棍子击打 中毒 疾病 机械性窒息 高低温和雷电 而小洋洋的尸检情况 排除了其他五种原因 只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特征 比如说 他的这个颅骨的岩部 发黑 那么这个地方发黑 往往是窒息以后 因此出血 导致内耳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窒息的一个表现 第二个 这个小孩的咽喉部 红的 往往在五压嘴部的时候 或者是压迫颈子上端的时候 这个咽喉部是会出血的 这两个真相是比较 来支持窒息的 好 请检察员对证人请你发问 刚才辩护人谈到了说 体位性窒息这样一个情况 请您看一下这个案子的 现场的照片 这上面的死者是小女孩 那么您认为这样一种体位 能不能会造成体位性窒息 这种体位对他的呼吸 没有任何影响 这不存在乎体位性窒息的这个必要条件 能莫松排除 体位性窒息死亡这样一个可能性 应该是排除 好了 室判长 报问 好 请证人刘良退警 传专家证人 莫耀南到庭 莫耀南教授 天后人想你清教 发问几个问题 死亡原因不能确定 乌牙扣壁 只极限性死亡 可能性脚打 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那么这两句话是千口矛盾的 我认为不矛盾 实因不太清楚的情况下 是允许采用排除法 把可能存在的 常见的死亡原因 几条排除以后 做出一个分析性的意见 好 请检察员对证人进行发问 方教授你好 您认为这个案子 也就是这个小女孩的死亡原因 能不能确定 就是说能不能推断为 就是乌牙苦鼻窒息死亡呢 接合案情 接合现场情况 可以认为 两轮焦点话题辩论结束后 审判长最后询问 控辩双方的意见 辩护人有没有新的证据 向法庭出示 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 两组新证据 一组是五张照片 这五张照片 分别是李三元的儿子小飞飞 父母 以及现在他们生活居住环境的照片 居住条件极差 生活极为准确 如今在鲁山老家 担心老伴犯病 案发过去一年多了 李三元的父亲李长西 一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妻子 他做事说 我那三月儿给容容 也不复了点话 我说他们去打工医院 我妈妈吃酒了 我姐姐给我拿来地下了 我家拿来地下了 谁跟你说的呀 奶奶 奶奶说的 嗯 妈妈和姐姐到地下去了 我家拿来地下了 嗯 你想他们吗 我想他们 哪里想啊 哪里想啊 哪里想 他知道是吗 嗯 他知道 他怎么会知道呢 我想到这个时候 他会给想着 现在李三元的父亲 靠到村里的砖厂 给人搬砖尾生 李长西说 搬一块砖挣六分钱 他一天最多能搬三百块 赚十八元钱 即使是这样的苦力活 也得看砖厂有没有生意 紧接着 律师又出示了一份 由村民联名写下的呼吁书 这本呼吁书 证明李三元 平时遵纪守法 孝敬父母 希望法院能给李三元一个机会 能给李家有一份希望 我不知道您在看到这组照片的时候 心情是怎样的 如果这个李三元 再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那四岁的孩子 也就成了这个孤儿了 只能靠他这个 爷爷奶奶来养育 所以这个 在这方面 作为我们法官来讲 心里也是非常纠结 检查员对辩护人提交的新证据 有意义 其实这个案子涉及到三个家庭 或者说是更多的家庭 一个家庭是上诉人自己的小家庭 三个人 第二个家庭是上诉人的妻子 也就是被害人任小红 他背后的家庭 第三个还有 就是无辜的 八岁的 他的生父 后面还有一个家庭 那么其实这个案子的手段是非常残忍的 因此呢 我们认为 他这个辩护人提交这样的证据呢 我们认为是不足以影响 对上诉人 这样一种这个处理的 好 哦 谁能意见发表明 本次法庭审理结束 何议庭将在休庭后进行平议 现在休庭 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 就让他犯那么大伙计 以为也是被平衡带吧 所以说 要 要花官提高的 我现在就是 让他一线换鞋 立即执行 立即执行 你不能接受他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结果 不行 早上没有吃饭 中午的时候休庭以后 我们又何议庭又抓紧时间合议 然后研究 张院长也没有来得及吃 今天的接下来的这个宣判 你有什么期待 啥一回 你去判我死刑 耶稣给我一种解脱吧 我下去我不会孤单 这希望 我会蓬蓬祝福 儿子妈妈 平安 帮我幽默 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 假如要是 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机会 我会用实际行动 来回报他 你渴望这个机会吗 假如比我 我靠 现在宣判 全体起立 一 关于被害人 任小红 在案发起因上 是否有过错的问题 经查 本案系夫妻之间 因购买早餐 相互争吵引发 争吵中 李三元 吃刀刺中 任小红腹部 当任小红 离开窝室 到客厅 向门外的女儿 忽救之时 李三元 唯恐罪行暴露 将房门反锁 推到任小红 朝任小红 胸部 警部连续刺杀 十六刀 致任小红 死亡 其主观上 蓄意杀死 任小红的 故意明显 故部署 激情杀人 而 关于被害人 的死亡原因 是否为 乌鸦口鼻 致机械性 窒息死亡的问题 坚定意见 客观真实 程序合法 予以采信 裁定无相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裁定 以法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 现在必定 请值班法警 将上诉人 李三元 带出法庭 请审判长 审判员退庭 判决之后 大家可能 心里都会挺沉重的 为什么还是要判他死刑 他是主观恶性很大 手段是十分残忍 对于一个完全无辜的孩子 他也痛下杀手 并且李三元 又是累犯 是应该继续判处的 我们两个辛辛苦苦 见到一个家庭 就在那一瞬间 就破碎了 你认为 人生最应该珍惜的是什么 家庭 家庭没了 什么没了 啥都没了 法律 既是无情的 它也是有温度的 也是有情的 情和法 这两个字 您更看重于哪个字 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 这个捍卫者 我们必须以法办事 在这一点上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空间的 李三元他不是都承认他自己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吗 为什么还要请鉴定人出庭 甚至于请这个专家证人 请他们出庭 意义何在 我们必须要通过物证人证来形成一个证据链条来证明是这个李三元杀死的人小红和人小红 而不能光靠他本人的这个口供交代 这是一个第二呢 就是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排除其他的五种可能性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就是用乌鸦口鼻窒息死亡 哎 这样何以婷啊 那么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就是建立在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上 庭审也是持续了几个多小时 对于您60岁的身体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啊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注重这个庭审的这个过程呢 要实现以审判为重心 必须抓住庭审这样一个核心的环节 就是不能光是以卷宗材料为主 而是要把这个证据在这个法庭上来展示 事实在法庭上搞清 宿便的意见要在法庭上表达 这个最后我们的判决的理由 也应该在这个法庭上来这个形成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审判的高标准高质量 才能防止原假错案的发生 对这样一个导致两人死亡的被告人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按照我们民间杀人偿命的老理 这似乎显得有点繁琐了 但对于现代法治理念来说 这恰恰是尊重刑事被告人所拥有的权利 毕竟生死之事必须慎之又慎 这起案件尘埃落定了 但我们的心里其实并不轻松 希望失去父母和姐姐的小飞飞还能健康成长 也希望被这起案件波及的好几个家庭 能够慢慢的修复伤口 回归那看似平凡 其实却无比珍贵的安宁和平静 感谢您关注今日说法特别节目 大法官开题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其他内容 明天见